今天我要接這個機會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你們看到的草菅民生的原點 你會覺得這是原點對不對 嗯 對不起 他的所有的原點都是特別設計的 因此他的排列的方式 都是有他們的一套的模板 就是他有一個模板 你隨便亂排他們一看就知道錯了 所以即便都是原點也不是隨便可以排的原點 這是他的微妙之處 就是他所有各式各樣的原點 他都有規律的 都有製造出來一個他設計好的模板 而我們試過 我們亂七八糟排的原點 他們工作室調回來 哇就是漂亮了 就是沒話說 所以老師您在這個了解跟研究過程當中 有去把它發現出來什麼樣特別的規則嗎 還是它是依照他自己心情來每個年代的變化 他們各種各式的規則 就是他們工作室的版權 所以盜版的話很容易被發現的 因為他們工作室完全知道 怎麼樣的原點大小 怎麼樣的排列都有 然後我這次也是透露一個 幕後消息吧 因為我昨天才 預先去看了一下面展場 因為我下午的飛機就去上班了 那我知道這一次的進屋很特別喔 不要錯過 因為是五彩繽紛的進屋 以前他的進屋是單色比較多 那這次來台灣真的就是春天來了 各種顏色的燈光會跑出來 這樣的效果是非常燦爛的 而且我去年去看到他的現場的畫作 他是真的就像剛剛姜說的 他早上就進去上班 不停的畫喔 一分鐘都不停的畫一隻畫 除了有需要休息的慢片刻 然後中午吃也吃得很快 然後一隻畫畫到下班 真的一丁五花 而且我親眼看到一小腳 下午再看到的時候 整張塊畫完了 就他自己畫 是 他現在的畫作跟以前不一樣 他現在的畫作真的 你可以感覺到他功成名就以後 他其實是快樂的 快樂的 他新的這些畫作就是像春天來了 他的裡面有花 有可能是他自己 暗示他自己的一些小的影像 就是愛 所以要了解春天一生的話 你就要知道說 他的藝術就是一種永恆的愛 而他那個系列就叫永恆的愛 是